好,我们这一节课程中继续讲解关于质量度的问题 我们看一下如何根据质量度的因素来去调整我们的金家的账户 好,我们看一下首先 认识一下影响质量度的一个因素 我们看一下右侧的一个Excel表 我们点击进入 在这张表里面的话 它会有一个关于质量度的影响因素大权 是比较权的 它的影响因素 它有一个直接影响跟借接影响 还有它的影响程度 我们来看一下 直接影响是在这个位置有一个打勾 看到了吧 第一个是点击率 点击率 点击率的影响程度是第一 是比较大的 点击率的话是最主要的因素 那么第二的话是出价 出价的话它是一个借接的因素 那么关键词的出价 它是影响它的排名 如果排名不好 那么点击次数就变少 展现比较多 虽然但是点击率比较偏低 点击率的话又反过来影响到我们的质量度 还有一个就是排名 排名的话 它也是一个借接的影响因素 其实按道理来说是一个直接的影响因素 才是对的 那么排名的话 直接影响到点击率吧 它是说 它是通过这种来去营养的话 就变成了一个借接的 账户的历史表现 账户的整体的表现的话 它包括你的账户的上线时间 你账户的影响数据波动情况 对不对 那么账户内的一些关键词的生效的数量 跟一些失效的数量 失效的这些关键词的话 要进行清理 这样的话 你清理之后的话 你的账户内的生效关键词就偏多 那么对于质量度的影响是有很大帮助的 单约内包括这些也是一样的 其实我们重点是关注 单约内的关键词就OK的 这个 还有什么 创意的相关性 如果你的创意的话 与你的页面不相符 你的页面的话 有活动 还是在过去双十一 或者是说在去年 国庆节的时候 你想想 那么今年的话 现在的话已经是五月份 你这个广告还在 但是你上面的创意的话 是现在五月份的一个广告信息 像这种的话 就是一个页面性的不相关 创意的不相关 创意与页面不相关 还有LP的相关性应该说是 还有个创意的不相关 创意的话 关键词与创意不相关 这些都是不仅仅是影响你的点击率 影响点击的次数 它对质量度直接性的一个影响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信誉的心急 匹配方式 匹配方式的话 它不是说是直接影响 但是的话 这一块应该是一个介接的影响 因为我们质量度的匹配 如果特别差 如果是特别差 就是说是广泛的 那么像这一类的关键词 它的点击率是比较偏低的 如果是精确匹配 那么出价也比较高 排位也比较好 那么像这一类的关键词 它的一个点击率就会比较高 质量度的话是比较偏高的 行业资质 还有一个接接的影响因素是什么呢 我们看一下 这个创意的吸进 优惠业 这里的话应该说是创意的附加样式 还有高级样式这些 这些的话 它是一个影响我们的点击率的 我们从第一个开始来看 点击率的话 可以通过在百度推广后台 或者是说在百度统计里面 都可以看到 我们看到点击率 是不是可以看到 这个是关键词的点击率 那么关键词的时效 我们点击推广大约 就可以看到我们关键词 或者说点击这一块 这一块是一个有效 或者是说正在审核中 或者是说被拒 这一块就是关键词的一个状态 失效的关键词 它的状态主要表现在这一块 还有什么呢 我们看一下 还有我们本身关键词的出价 是在这一块 是不是在这个同行业的 偏高的这个位置呢 或者是说这个比较偏低的一个位置 或者是说要就是只是翻了一个卡 这个卡的话是一个刚好达到了一个展现的一个价格 像这些都是影响我们关键词的排名的一个因素 还有什么 我们再来一个个来说 出价排名 账户的历史表现 我们在上一节课程中讲过了 对吧 那么失效的关键词我们也讲过了 那么创意的相关性 我们在写创意的时候 打开我们的推广帐户的后台 在创意这个板块 新界创意 你的创意与你的关键词肯定是要相关 假设我们看一下这里面是什么 这个是服装裁解教程 那么像在我们创意里面的话 就是服装裁解教程这一类的关键词来去围绕着写 首先如果你这一块不是很清楚 找到关键词 点击这一块 在关键词这一块是什么呢 是入门视频教程 还有一个是裁解教程大权 基础教程 这一块是裁解教程 它这里面就分为入门 入门视频 入门教程 裁解教程 这一块 它的价格还是蛮低的 你看像这些 它就有一个质量度 我们可以看到 六星的 你看 裁解视频教程 跟裁解入门教程 跟裁解入门视频教程 它就变成了四星 看到吗 看到吧 就变成了四星 然后我们要去选择批量修改教格 OK 选择这一块 选择修改批评模式 选择这一块 选择监控文件夹 是选择这一块 这个比较简单吧 我们看一下 除了这个还有什么 还有附加样式 附加样式里面的话 有这一块 有这些 我们就不去一一的去列举了 还有一个是高级样式 高级样式这些增加的目的 就是为了吸引点击 对不对 那么这些你都做好了 那么你的创意的话 是开始比较处于稳定的一个趋势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下面一个 转化 转移比较低的这些关键词 转化比较差的那些关键词 进行一些转移 由低转向高 从质量度上面来去判断 假设我们打开一个账户 在这个账户里面 首先点开关键词 在关键词里面 我们看到是不是可以看到 有些星级特别低 这个的话都不是很明显 我们再点开另外一个来看一下 好 看到吗 这个是三星 这个是一星 这个是什么 悬财解入门 悬财解入门 我们看一下这个是什么 是裁缝入门 这个话就是相关性不是很好 你看 裁解入门 裁缝入门 啊 服装缝人 像这种关键词就把它调整 重新新建一个推广单元 把它转移到里面 啊 由低到高 由低到高 开始往这些转移 这里说的由低到高 不是说把我们这个关键词 把它复制到我们的一个比较质量度比较高的一个推广单元 对吧 不是这样来搞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下面一个是暂停关键词 就是说质量度特别特别低 我们可以看到在账户里面 你看 像这些关键词 你看 两个它全部都是为一的 可以选择暂停 这一块的话是启用 啊 启用 因为我们这个的话是暂停推广 这个的话已经被暂停了 在关键词层级 这个关键词的话是可以去暂停的 选中 然后点击这一块就选择暂停 OK 这个关键词的话就被暂停推广 看到了吗 选择了暂停推广 好 这个就是在百度推广里面就可以收不到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还有什么 还有一个是新界关键词 新界关键词有一些同学找不到怎么去找这个关键词 第一步 你可以选择在搜索词报告里面 这里面的话有很多用户的一个搜索词 由于我这里的话是一个虚拟的账户 看不到相关的一个数据 有一个什么 有一个搜索词 有一个关键词 你看一下用户搜索的关键词是哪一类 是哪个方向 把这一关键词把它提出来 然后 打开推广管理 在关键词层级 然后或者是说 在下面有一个关键词规划师 用户是不是有搜索词对吧 搜索词的词根 假设说SEM培训教程 视频 或者是说再写视频 这一类用户搜索的词比较多对吧 你看再写课程 好 再写视频 那么再写教程 再写视频 再写视频教程 这一类的关键词 你看 它的竞争程度还是蛮大的 那么左侧的上方处加的话是8.64 把这个关键词增加进来 觉得这个太少了 对不对 那么你可以自己去扩展 也可以使用这个再去搜索 再去搜索扩展 扩展的话 全部增加到相关的推广大约里面 相关的推广大约里面 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什么呢 还有提高展现 这个的话是一个比较土豪的一些方法 就是说把价格提高 而且或者是说开广泛 那么还有什么呢 通过数据来去优化 这个的话涉及到一些报表 优化有质量度的这些词 把这些词的话 把它价格提高 创意重新撰写 然后重点去做监控 这个是通过数据化的这个方法来去做 减少 减少时效时 我们讲过了对吧 还有挖词 挖词的话 我们通过推广 挂戒词规划词里面可以挖 或者是说一些第三方平台 在这个位置我们去搜索SEM 看到吗 下拉框去采取挂戒词 当我们去打开SEM 在底部有一个相关搜索 这些都是 看到吗 还有在这个位置 我们打开看一下 这个 这里面的话也是挖词的 还有一些是站展工具 我们去搜索一个云南旅游 然后点击搜索 这些就是挖词的 看到吗 在这个位置可以选择下载 还有什么 还有文库 或者是什么 一些SEO工具 这些关键词也是可以去为我们找很多很多的关键词出来的 这些工具 看到了吗 挨战 挨战工具 那不过付费的话 会员会比较多一点 挖的关键词 还有金花 之前的话还有什么 费拿鲁 然后还有追辞 追辞的话 现在的话已经好像倒闭了 前两天我使用的时候 已经没有办法去使用 还有什么 还有全面人改 全面人改 这种办法的话 就是说你这个策略进行了调整 之前的效果 基本就是 全部从今天 或者是说从上一周开始终止 从现在开始 全面去调整你的账户的策略 这个话也许是你自己 新来的这个人员去做的决定 也许是你们公司产品开会进行调 调整优化的一个方向 对吧 好了 那么关于这一节课程 我们就讲到这一块 下一节课程中我们继续讲解 感谢学习 本次课程结束 拜拜 拜拜